爸爸养着吗 还是家里在爸爸赚钱啊 网友把这一段经历发到了网上 也引发了网友们 对于全职妈妈家庭主妇 这个群体更多的关注 我就想说 如果电视机前的男性观众朋友 如果恰巧 您的家里有一位全职太太 家庭主妇 我希望您应该从内心深处感谢她 我们设想一下 如果段东 你不得不放弃所有的一切 回家去照顾家人 你甘心吗 我甘心 陈琛 四十三岁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 汉语言文学专业 大专学历 大家好 我叫陈琛 我是一个家庭主妇 全职妈妈 我从小到大一直非常喜欢唱歌 但是为了照顾孩子 我放弃了很多的梦想 现在孩子也长大了 我大儿子现在已经参加工作了 小儿子也考上了理想的大学 他们已经不需要我照顾了 所以希望能够在这个平台上找到一份能够实现自己人生梦想的工作岗位 希望各位企业家 你给我一次机会 谢谢 欢迎您 田辰 来 请将报名表交给我 您刚才自我介绍当中说自己是全职妈妈 家庭主妇 对 是一直没有工作过吗 不是 我刚刚结婚的时候 就大儿子一岁多的时候 我在一个私立学校当过三年的音乐老师 后来离职的原因是 要照顾孩子 孩子没人看 有一次下雨天吧 儿子拿个雨伞 然后家里当时开个商店 啤酒瓶被他打碎了 然后把脚脖子当时崩流血了 然后缝了几针 所以我家里就觉得 我还是在家看孩子吧 孩子比较重要 出现这样的情况 首先我们很痛心很遗憾 孩子毕竟受伤了嘛 但是为什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是要让您回归家庭呢 是这样 因为呢我从小到大 我家人对我的关注不是太多 我就希望我将来有了孩子之后 我一定要全心全意的 就把孩子照顾好 然后就不去不去上班了 就在家看孩子 这个我们要多问两句了 到底是家人给你的一定压力 还是您主观意愿更多 我自愿的 自愿的 好伟大帮全职妈妈 全职妈妈和家庭主妇 是社会当中 往往容易被人们忽视 和忽略的一个群体 其实不少的全职妈妈和家庭主妇 他们内心都有着对于工作强烈的渴望 对 对于事业成功强烈的追求 对 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 他们不得已选择把家庭 作为他们的第二职场 别人问我你有什么工作 你是干什么的 我说我是个保姆 我就是这孩子 然后我两个儿子 我从大儿子八岁 小儿子四岁 我就带到县城来一直陪读 等于是一个人把他俩带大 我跟我儿子就说 咱们一起长大 一起懂事 一起成熟 爱人工作比较忙 看来 对 他在我们镇上做生意 这也挺不容易的 前两天有一个新闻 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 说在深圳电梯当中 一段对话 对话的主人公呢 是一位妈妈 和他的两个孩子 进了电梯以后 男孩问妈妈 妈妈 你为什么不工作呢 妈妈笑了笑 我看过这个 一开始她以为 这是孩子的天真童趣 就说 妈妈要照顾爸爸呀 要支持爸爸的工作 照顾你们两个呀 你们两个学习很忙 但是接下来儿子说 你不上班 家里就要靠爸爸来养啊 妈妈赶紧说 妈妈不是不上班 妈妈即便在家里 照顾爷爷奶奶 支持爸爸工作 照顾你和妹妹 妈妈也接了好几份 兼职的工作呀 但是这个时候 女儿说了一句 妈妈 那你不还是在靠爸爸养着吗 还是家里在爸爸赚钱啊 网友把这一段经历发到了网上 也引发了网友们 对于全职妈妈 家庭主妇 这个群体更多的关注 我就想说 如果电视机前的男性观众朋友 如果恰巧 您的家里有一位全职太太 家庭主妇 我希望您应该从内心深处感谢他 我们设想一下 如果段东 你不得不放弃所有的一切 回家去照顾家人 你甘心吗 我甘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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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